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互提 欢迎收听由林玉智为您带来的年月夜话节目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歧视怪事和邪视 欢迎投给小编 我是年月话老鱼 我是喵喵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 欢迎收听本期年月话 欢迎回来 本期节目又是一个特别的节目 这应该是我们为数不多 屈指可数 应该第二个和还是第三个互通稿件的节目 我们的稿子一般是不互通的 为的就是追求我跟淼淼的真实反应 但这篇稿子我们互通了一下 但是我该捧还是捧 正常捧 为什么呢 因为这篇稿子确实够邪性 其实我跟淼淼也考虑了很久 这个到底是上艺术还是上B站 现在分离了吗 对 考虑了一下还是上B站 大家看着字幕的话呢 方便理解 因为确实是 这稿子如果不互通 我可能听第一遍 我可能有点 发懵 对 那下面这一小段呢 是方便大家理解的一个tips 如果说很不喜欢被剧透的语友呢 B音后面就别听了啊 到时候淼淼在B站会做个分段的 那如果说担心自己就是不太能够懂或者说想尽快进入故事的可以先听一下这一段 好 大家准备好前后台啊 5 4 3 2 1 那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稿子里面会出现讲普通话和讲方言 普通话是人和人的对话 方言就不见得是对人说的了 那因为妙妙他不会说方言啊 所以下面由妙妙说的普通话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是方言啊 好提示结束 OK我们开始证述故事 投稿人呢需要匿名 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小王 是我们的微信投稿 这篇稿子从我收到到我整理出来 花了将近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非常有趣的是 大家一直以为就是我收语音投稿可能时间整理的比较长 但这是一篇文字投稿 他里面确实元素也多也邪 所以我收了稿子之后 我跟投稿人进行了大量的沟通 而且他的稿子不是一次性发给我的 是每天晚上给我发一段 对对对 免事剧 对但是这是一篇万资稿啊 小王说他自己是湖南的衡阳人 现在在外面集训 刚考完这个国美 还没回去上文化课 他觉得自己投来的这个故事啊 算是歧视 但是我看完之后觉得这是邪事 小王一样的 他说自己从小没有什么灵异体质 对周围的这些事物啊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但是他家里面人比较迷信 或者神鬼论比较毒性啊 给他说了一个说法 说他的体质叫做宣脑 应该是湖南那边的方言啊 大概意思就是有一点敏感 那具体为什么家里面人说小王宣脑呢 他先按下不表 他说这个自己啊 是奶奶带大的 奶奶 咱们小王是个男孩子啊 奶奶把他当女孩子养 很有意思吧 那个时候呢 他的父母在外面闯荡做生意 奶奶就给他留了一头的长发 那小时候在乡下很调皮嘛 就到山野里面各种去晃麻 各种去野 他奶奶就讲了很多所谓的预言故事 其实就是鬼故事了 来吓唬他说 你在跑干嘛的 小心被鬼带走 对对对 但是从来不会打他 那奶奶说过什么呢 比如说他奶奶骗他说 也不能说骗了 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河塘里面有罗煞鬼 说这种鬼呢 就是专门托人下水的鬼 山里面呢 有山亭鬼 这种是法力比较高强的山鬼 而这个山亭鬼 恰巧小王见过 真遇到 真遇到了 那个时候呢 他的二奶奶去世了 二奶奶是咱们小王的爷爷的弟弟的老婆 是他奶奶的表亲 他从小就喊他二奶奶 他这里还说呢 他们衡阳乡下 分了很多的这个乡村 除了外来的人以外啊 每个乡里的人都是一个性的 就相当于是同一族人 那当时小王的爷爷在周氏乡里面当干部回不来 所以呢 这个二奶奶的葬礼啊 只有他奶奶一个人组织人操办 奶奶怕忙不过来嘛 就拖这个小王的姐姐照顾小王了 当时这个姐姐八岁 其实这个姐姐啊 小王说自己出生之后没太见过她 一直是这一天就是二奶奶下葬的时候才认识的 远亲也 远亲 当时也是因为人多嘛 小王呢也不喜欢跟大人待在一起 就自己想跑出去玩 于是呢 他就从家一路往山上走 去山上的路其实不远啊 他走几步就看到了一处密林 姐姐也跟着他们害怕她出危险 但那个时候这颗姐姐呢 跟她不熟 所以也不好管她 要熟的话就打了 乱跑 对吧 那只好你跟着她 在后面喊她名字 小王小王 也不拦她 小王说这个林子啊 就刚才说到的密林啊 种的不是树啊 是竹子 特别的茂密 他在竹林里面没走几步 就失去方向了 那这个地方的地上是那种红土地 全是竹子 密密麻麻的啊 各种竹叶啊 树枝啊 什么的 但小王这个时候并不慌张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嘛 但姐姐不一样哦 姐姐慌了 就跑到他跟前 拉着他 想把他拉回家 小王说自己其实不是特别想走 但姐姐很紧张 一直说哎呀 怎么办 怎么办 找不到路了 这个时候 小王的脑袋里面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 你抬头看 头上面竹子 哪面稀疏 哪面就是回去的路 这个想法 他说是类似于被植入脑袋的感觉一样 哦 如果按照他现在来分析啊 他现在已经很大了嘛 他说应该就是那个竹子在山上 它是个山坡 地势的原因呢 肯定是有稀疏和浓密的 浓密的自然是光照多的 稀疏的肯定是光照少的 哦 非常聪明的 嗯 但是他当时那么小 这种概念 他说是被植入的 对于是他就拉着姐姐往这个稀疏的那一块走去了 但是越走越奇怪 当时他们去竹林的时候啊 已经快要中午了 但现在这个地方的雾啊 越来越浓 正常来说一般是早上或者是傍晚 有雾 你越临近 上午 他这个雾呢 就越淡 对 划散了 那因为要抬头看树叶 就要找那个稀疏的地方嘛 小王就走两步抬个头 走两步抬个头 他脖子挺酸的 就干脆把头啊 就不抬了 就正常平视前方 嗯 这个时候他发现 前面竟然出现了一座亭子 哦 对 这就是刚才说的山亭鬼的地方了 小王说 因为有雾的原因 这个亭子若隐若现的 但是他看到里面 似乎有一个很细长的影子 感觉像是一个戴了帽子的男人 而这个帽子啊 连接到亭子的顶部 小王想逐渐抬头看的时候 发现这个影子啊 被竹叶给挡住了 他就想走近了看 他不顾姐姐的这个哭喊和叫骂 姐姐也看到了 就赶紧走啊 他走到了跟前 走到跟前的时候 他还回头看了一眼姐姐 因为姐姐一直在骂人嘛 姐姐我觉得这个时候骂人 她的目的是为了 震受这个影子 对 所以她见鬼了 然后骂脏话什么的 嗯 小王说 老玉你肯定猜不到 我回头看姐姐的一瞬间 我发现 姐姐的脸啊 好像老了很多一样 啊 对 就是这么奇怪 那当时姐姐摟着小王的腰 反手把他往亭子反方向抱 接下来小王就没有意识 等他再有意识的时候呢 就半梦半醒的听见奶奶啊 用各种方言问姐姐事情的来龙去脉 姐姐没有说话 就好像听不懂一样 奶奶立刻切换成了普通话问 当时姐姐好像在吃什么东西 一边吃一边用普通话回答说 我看见二奶奶来接小王了 我就赶紧把他拉回来了 哦 对 其实姐姐有没有看到山庭鬼 我们不知道 嗯 小王也没有跟我说 但是姐姐看见那个当天下葬 下葬的人 对 奶奶也很离奇啊 她听完这个话之后 什么也没说 就走开了 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 小王就被她妈妈接走了 据说 妈妈是从深圳回来的 而爸爸呢 就小王的父亲呢 留在了深圳继续打工做生意 当时小王五岁 他也正好就去市里面直接上小学了 嗯 这里小王说自己是没有上过幼儿园的 那这个时候 他也跟姐姐就此暂别了 小学到初中 咱们小王的学习成绩呢 非常好 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而且这个过程中呢 也没有出现太多坏事 小王特别的 有点 不伤忠勇的感觉啊 他说 任何学习上的问题啊 自己只要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就会了 比方说 他想写作文 脑子里面就像爆菜名一样的 念出了很多灵感 他想解题 脑子里面就自动把这个题目答案 给全部分析出来了 就这么天才 但是啊 小王自幼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 有一些小毛病 都是慢性病 比方说他右腿总是伸不直 手呢 有湿疹 还容易受凉发烧什么的 妈妈就带他去医院看 但每次医生看完小王的检查单之后 都说没问题 然后随便开点药 反反复复的 怎么治呢 也治不彻底 这个事情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奶奶给知道了 就请了一个师父来看 当时他们聊了什么 小王是不记得的 他记得当时是在奶奶家 当这个师父说 你这孩子要不要算命啊 就是反正我刚帮你看完了嘛 我帮你算算命 奶奶很生气的 啪的一下 把手边的碟子都给拍碎了 就让师父赶紧走 这个师父赶紧吓得就不辞而别了 不给算 奶奶这个反应很过激 对吧 你听为什么 不给算啊 妈妈也吓到了 妈妈就说 这个 就跟她的奶奶说 就也喊妈妈 妈妈你别生气啊 对吧 孩子就这样 奶奶说呢 外向人不懂规矩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指的就是这个算命师父 但是我觉得有点诡异 如果说奶奶坚持说 这个外向人不懂规矩啊 什么东西的 他为什么找这个人来给小王看呢 在算命之前 一切都很顺利 对吧 我觉得是不懂他家的规矩 对 或者是他家有某种禁忌 对吧 事后呢 奶奶给小王拿了一个红绳 系了一个银观音菩萨在脖子上面 又拿着黑布袋子 包着一个东西 让小王戴在身上 但是跟他说 你这个东西啊 绝对不能拆 不能看 嗯 小王说 其实自己当时摸一摸就知道这个黑袋子里面包着是铜钱了 但他没说 奶奶就看了看小王 就确定他听进去这话了 嗯 就把手指呢 在嘴里舔了舔 在小王的眉心写了个字 什么字小王是感觉不出来的 然后笑眯眯的念叨说 孙子长得好呀 眉毛里面有质啊 是草里藏猪 果然 小王的身体啊 慢慢变好了 这个慢性病呢 也逐渐的都康复了 能跑能跳的 就这么一直他到了十岁的生日 才让小王把头发给剪掉 哦 之前当女孩养 对 一直是长发 也就是说小王在四五年级之前都是长发 等到小王上初中的时候啊 父亲回来帮他录学籍 他们这边呢 跟我们南京挺像啊 是按区来划分学校的 父亲就直接买了一套房 在这个学校旁边 这里具体的小区名和学校名 小王都有给我发 当时我把他腻掉了 小王当时看着父亲啊 觉得很奇怪 有点好笑 为什么呢 父亲头上没头啊 光头 小王觉得挺好笑的 他父亲当时戴着帽子 面相有点老 办完事之后啊 他就去入学了 父亲当天就离开了 走得很匆忙 那入学之后呢 小王发现 好巧啊 他那个姐姐在这个初中上初三 哦 就是竹林的那个 哎 对对对 但是也是可能因为就像你说的远亲的原因啊 两个人并没有太多的交往 那第一次所有诡异的开端发生在当时的军训 当时教官规定说训练的时候你不能戴首饰 口袋里面也不能装东西 可是当时小王想把脖子上面那个银观音你记得吗 奶奶给他 他想把他解下来的时候 找不到那个解开的地方了 又很急 他干脆拿刀把这个红绳子给割开了 然后把这个黑布袋子给打开了 他想要把这个观音啊 一起放在黑布袋里面 嗯 省得自己到时候找不到 到出来之后发现 哎 果然是童琴 还沾沾自喜呢 说哎 我早就知道你这个里面装的是童琴了 那看完呢 他就把这个菩萨和童琴啊 都放进了黑袋子里面给包好 然后立竿见影呢 当时训练的时候 他在练跑操 就感觉自己的右腿发转 嗯 他说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在马桶上坐了几个小时 再站起来一样 发转发麻 然后他用了一个更贴切 更让我觉得疼的形容词 不是形容词 形容句子啊 他说皮肉里的骨头啊 像站在一块硬而滑的东西上 使不上劲 该摘倒了 啊 就是纯骨头的原因 嗯 于是他就摔倒在地上 那这个教官 很能理解吗 当年咱们最近都是这种教官 就很凶嘛 你赶紧起来 对吧 他不会问你有什么情况的 那小王当时一条腿站不起来啊 就只能坐在地上 全半人都看着他 教官见他不起来 就开始训他说 你是组织里的助冲 是逃兵 吧啦吧啦 上身了是吧 你们军训不会这样吗 我们军训教官都是这样 甚至我们军训就是 我们踢正步 如果顺拐了 教官第一次会讲理 第二次直接踹 我军训还有人跟教官打起来 应该不太会这样 你们军训 可能学校比较差 不是大学 不是大学 我说我们大学那时候 大学还好啊 大学那些教官和我们年纪都差不多的 对 他会直接踹你 不会不会 我没有遇到过 我高中没军训过 我大学才军训 好幸福啊 但我学农嘛 一样的 有点扯远啊 拉回拉回来 那刚才说到啊 小王被教官训了啊 这个时候他脑子就乱 说这个时候啊 突然脑子里面的四面八方传来了声音 什么声音呢 是乡里面的方言 骂人的话 小王刚上初中啊 不会说脏话 尤其是这种方言脏话更不会了 只能听得懂 但不会说 这个时候呢 小王就随后大骂道 狗家过 你喜欢一下 教官以为 小王在骂自己啊 对 更气了 然后拿出这个 口袋里的哨子 吹了一声 就是紧急集合嘛 小王骂完情音话之后啊 外面太阳很辣 吼完这一嗓子呢 也就晕过去了 等他醒来 已经是晚上了 在宿舍里面 同学都纷纷议论说 牛逼啊 你真那么牛逼 敢骂教官 教官之后还跟你妈道歉呢 但是我看到你妈给他包了个红包 但是有面子 对 有面子 那决心结束之后呢 姐姐来找他了 就问他要那个黑包 就是他的那个黑布包 装铜钱和观音的 说 是奶奶让我来拿的 小王听完呢 也没多说什么 他可能当时意识不到 就有什么问题 也没多问 就直接给他了 那时间呢 就到了初三 当时小王的文化课 特别顺利 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 但是因为中考是有体育考核 跟咱们那时候一样 小王腿一直有问题 就上次到现在还没好 一直有问题 从初一到初三都有问题 而且他去检查过 显示的是半月板撕裂 就缺了那小包呗 对 其实半月板的问题 基本上你除了装新的以外 没啥能养回来的 很难 膝盖就这样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小王也着急这事 常常听妈妈打电话 抱怨这个体育的成绩问题 他也自己跟妈妈抱怨过这个事 但是脑海里面 就之前说的那个四面八方的声音 那一个人 或者说那一群人 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 因此小王也常常头疼 他说只要自己不练书 这种感觉就一直缠着他 但他又不能运动 那他就只能拼命练书了 别人可能努力是 这个我要考上好学校什么 小王是我停下练书之后 我脑袋疼 我要靠学习来分散注意力 他本身学习就很好 对 这不是好上加好 等到了初三下半学期的时候 就出现了口罩事件 妈妈呢 特别有信心给他治腿 就带着他去长沙检查 医生说呢 你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做手术 说到这个时候 他妈妈迟疑了 小王也不知道说 是妈妈担心 这个手术的成功率 还是确实没有钱做 还是呢 觉得这个做不好 有风险 各方面的 更担心的是呢 妈妈不知道口罩这个时间 会持续多久 一直没有下决定 做这个手术 几乎是同时间 奶奶打电话过来了 让小王和妈妈回乡待着 但是因为 有口罩这个事件管控嘛 他当时没有办法 直接回到乡下 那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小王说时间在 20年的3月份 他刚过完生日没多久 奶奶因为在地里面翻泥 掉到河潭里面 幸亏是有这个 下乡送粮的车队路过 不然奶奶可能就要溺亡了 哎呦 救过来了 那同年的4月份 他开学了 开学没多久啊 有一天奶奶突然打电话过来说 满孙 这个就是 意思是亲爱的孙子 满孙啊 奶奶身体恢复了 哎 小王听完很开心 就看见妈妈在一旁 不说话 抿着嘴 表情很奇怪 电话里的奶奶继续说 你之前是不是担心体育考试啊 别担心了 你肯定会满分的 我满孙最棒了 还有方啊 方就是妈妈的小民啊 他说方啊 你千万不要叫外人管家里面的事 朋友也不行 小孙啊 他身子弱 是因为原先他爷爷和外公那一家笋鹰 是笋师的笋 阴阳的阴 肯定是有说法的 奶奶当时说的其实挺急的 就小王一时插不上嘴 但小王说不知道为什么 他听着听着火气上来了 各种脏话在脑子里面烧 正要脱口而出的时候 奶奶又说 满孙啊 奶奶疼你 你可别忘了奶奶 还有你妈妈 你姐姐 他们也照顾你 你在啊 这个家就还在 还有你黑袋子里的东西 还有你的头发 千万别弄丢 这个事儿 不对了 对吧 我觉得不是个小事儿 是的 那个头发就是 应该是指的是他 当时长发剪下来的那一些 对 说完这些话呢 奶奶叹了口气 就不再说话了 电话里面就没有声音了 小王呢 急着跟奶奶说再见 他还没说完 电话挂了 嗯 过了几天 4月29号 奶奶走了 去世了 这时候呢 妈妈领着小王和姐姐啊 回去了 奇怪的是啊 爷爷和爸爸都没有回来 葬礼是妈妈一个人操办的 这个时候的乡里面 已经特别冷清了 小时候家里面的那些族人啊 都不在了 房子全部空着 甚至有一些房子啊 被推倒了 嗯 整个丧事呢 办了三天 没有哭丧 只有屁麻带笑 奇怪的是呢 多了一些步走 小王从来没有看过 比方说 在五个桌子里面啊 摆了个阵 然后拜东西南北中神 就是其实 你拜这五方神 是很多地方的习俗 但是在五个桌子里面 摆阵的这种方式的话 我确实也没听过 到了丧事的第三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 有一个男人来了 也是个光头 但好像这个男人神志不清 他来了什么也都没说 就直接问小王妈妈说 现在能在下面修亭子了吧 小王说 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妈妈啊 气极了 骂他说 要死绝了 那个男人边听啊 就边笑着指着姐姐 就是小王的那个远方姐姐啊 说 他家的人都死绝了 怎么还在帮我家烧纸啊 你们家 就你跟他了吧 当时在场的亲戚呢 都围过来了 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小王脑子里面 却完全没有反应 但是脑袋里面的那些声音啊 汇聚成了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表达的意思是 差不多了 差不多得了 那个男人说完呢 就摇摇晃晃的走了 没走几步 转头又朝灵堂跪下了 跪下之后 一边哭 一边磕头 一边喊 娘啊 娘啊 你好走啊 小王的妈妈 上前就要去踢这个男人 但这个男人 哭完说完这个话 立刻就转身爬出去 爬出去 对 这一段啊 其实信息量很大啊 但是我唯一给大家的提示就是 小王脑袋里面的声音 一直是用方言在说 这个男人走了之后呢 妈妈说要停丧 就是这个葬礼不办了 小王说自己当时完全get不到这个事情 跟我们的听众 跟老鱼和妙妙一样 一脸懵逼 他觉得很奇怪的是 身为奶奶的丈夫的爷爷 和身为儿子的爸爸 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 这场葬礼呢 来来回回只有他妈妈一个人在撑场面 而且当时啊 妈妈的脸色也特别不好 脸色暗沉 状态非常差 第二天就先把小王送回学校了 其实就是办丧事的第四天了 那几天呢 小王的脑子里面 存在的那个声音 一直是跟奶奶通电话时候 奶奶视而虚弱 视而铿锵有力的遗言 正常来说 就是小王自己说的啊 他说 这算是一种心理暗示 但是那个男人啊 就是那个光头古怪男人的那些话呀 又也回荡在他的脑海里面 奶奶的话 那个男人的话 以及他原来脑子里面那些方言 三种声音 在他脑袋里面不断的盘旋 他很痛苦 但当时啊 其实离中考只剩一个月了 特别让人诧异的是啊 当年的这个体育考试被取消了 老师跟全班说 今年就是2020年 因为疫情 所以咱们的体育中考取消了 所有人都按照体育满分算 哎呦 那这对咱们小王来说好事 对 奶奶的话不就一语称称的 真是啊 奶奶的第二句一言就是说 你不用担心体育考试 你肯定是满分 而且唐奶奶说是满分 对吧 当时小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开心 因为他产生了怪异感 奶奶说对了 奶奶能预言吗 对吧 他觉得很奇怪 与此同时呢 他也产生了这种思念奶奶的情绪 他就更想奶奶了 小王记得啊 奶奶丧事之前啊 他还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啊 非常的扑朔迷离 如果不是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他可能都忽略这个梦了 因为这个梦里面 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开会 他描述了一下 他就会感觉说梦里的场景始终是深色的 有一群高高的人影在一边 但他原文用的是长长的啊 我理解的可能就是高高的意思 可能不光是高 还有一点扭曲 所以会感觉长 对对对对 他说长长的人影在一边 还有一群呢 矮矮的人影在另一边 而小王的视角呢 是趴在或者躺在这两群人中间 仔细去看这些人啊 他说之所以说他们是人影 是因为他们在讲方言 对 但是都看不清面貌啊 那个长长的那一群呢 他们的头都是圆溜溜的 好像没有头发 说的话就是他之前脑子里面 出现的那个方言 他们都在七嘴八舌的说 和我们在一起吧 我们是一家人 来吧 距离最近的 距离小王最近的 那个矮矮的人影啊 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啊 小王就站在他们旁边 那群矮矮的人影呢 在小王身边或站着或是蹲着 总之这样的场景出现呢 通常是小王在熟睡之后 脑子里面就会想起一句句方言 然后就开始开会了 那自从办完丧事啊 那两个月里面 小王就没有做过这个梦了 也就是说他做完第一次之后 连续两个月没有再做梦 中考完当天因为要收拾东西回家 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来了 还拍了毕业照留恋 那个时候呢 小王感觉身上少了什么东西 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什么举足轻重的东西 很奇怪的是啊 那两个月里面 他除了记得有的时候 妈妈他会跟自己有这种沟通 其他的所有的人啊 事啊 无论是面貌还是声音啊 他全部不记得了 中考考完的第二天 6月20号 小王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电视 饿了呢 就去家里面的冰箱拿水果吃 他说当时非常饿 印象里面 加上因为通宵看电影 就更的是饥饿难耐了 两点钟 就凌晨两点的时候啊 他就一边吃东西 一边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 那个深色的开会场景 又浮现了 又来了 对 这是第二次 小王觉得自己 好像是躺在那边被压住了 动弹不得 眼前就是那个矮矮的那一群人影 围着他 其中一个人离他特别近 小王在现实里的意识啊 他觉得自己是眯着眼睛的 而压着他这个矮矮的人呢 也是眯着眼睛的 就是在梦里四目相对 他在现实中可能被鬼压装了 对 但他也延续到梦里 小王说自己想要挣脱 越挣脱 他这个人影就压得越紧 而且与此同时 周围的那些人也向他聚拢了 他几乎是动不了了 小王干脆放弃了抵抗 放松下来了 眼睛就突然睁开了 睁开一看 是自己妈妈 妈妈出现之后 所有的矮矮的影子都不见了 他睁开眼睛感觉周围环境特别亮 但是他妈妈没头发了 也是光头发 对 小王有点发懵啊 妈妈你头发呢 妈妈回答他说 有人要带宅宅走 他们说要拿女人最珍贵的东西来换 我就把头发给他们了 这个妈妈说完这句话呀 小王醒过来了 他一看时间已经到了第二天早上 也就是说 这个妈妈是他在梦里面看到的妈妈 当小王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 脑子里面突然就有人用方言喊他 过来啊 小王又知道要去开会了 但这一次啊 这个梦里面就是那群长长的人影了 这一次呢 他们离小王很远 用方言念叨着来找我 再醒来的时候 小王发现 哎 已经身在医院里面 哦 对 妈妈在他旁边 事后妈妈告诉他 自己回家 他刚推开门 就看见小王在门口躺着 就赶紧把他拉到医院里面来了 经过检查 医生说 这孩子四天没吃过东西 哇 因为这件事情呢 小王身体明显变差了 整个假期都是妈妈照顾他的 在这个暑假期间呢 小王在妈妈的衣柜里面 发现了假发 他后来也发现了一个乳腺癌的 手术化验单 他才知道啊 其实自己的妈妈患癌了 与此同时 就是妈妈患癌的时候 也正是他奶奶去世的时候 哦 就现实中 其实妈妈真的已经 就是没有头发了 对 没有头发了 戴着假发 那时间就到了高中入学的时候 小王说 那个阶段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以下的内容是 妈妈和同学给他的转述 他说自己呢 常常闭着眼睛 或者半眯着眼睛 不说话 别人叫他 他也不答应 嘴里面会念叨一些东西 他身体上还有很多咬痕 咬痕啊 对 但不用想啊 这个是他自己咬的 哦 老师也观察到了 于是在第二学期的期末 就建议小王家人呢 给他办理休学了 嗯 休学最开始的那段时间啊 小王还是很清醒的 但是每天一觉醒来啊 往往一身冷汗 脸色铁青 等他稍微摄入一点点东西 哪怕就喝点水 就会进入到完全没有意识的状态 而且只要小王一说话 他基本上说出来的话都是在喊疼 嗯 就疼啊疼啊 浑身疼这种 这种疼痛感呢 会让小王很快没有意识 就类似于昏厥的状态 妈妈那时候特别害怕 也因为担心小王内分泌失调 身上长了疮 后脑勺的头发也掉了一大块 一直到有一天 小王呢 照例从自己的床上醒来 他觉得脚很疼 但是他反应很激烈的 下楼到了客厅 发现椅子上直挺挺的 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嗯 而这个老人呢 背着一个斜挎包 手放在上面 毕恭毕敬的坐在那 而和他对面而坐的呢 是一个穿着休闲西服的光头男人 小王说 这个老人我不认识 但这个光头男人 给我的感觉特别熟悉 好像这个人就是 开会时那群人里面的一员 就是他梦里面那个 长长的人影嘛 对 但小王又觉得这个男人啊 跟自己年幼时候父亲的形象很像 还记得之前说的嘛 小王见他父亲啊 这么多年就见过那么一次 嗯 就是给他办理初中入学节的时候 对 所以他觉得 这个光头男人很像我父亲啊 但不对 哪里不对呢 这男人很年轻 相对他而言啊 小王看见这两人呢 坐在客厅里面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想到这个光头男人 帅先开口了 面带着笑意说 你醒过来了呀 小王当即吓了一跳 说这个声音在脑子里面不停的回荡 他一下就匹配到了那个口音 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口音 没错 就是当年在奶奶葬礼上 那个诅咒妈妈和跪拜奶奶的口音 就是那个很诡异的光头男人 对 他现在还是光头 小王说 自己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他脑子里面为数不多会出现的声音 就是开会的声音 奶奶声音和这个怪男人的声音 总听到 对 但是眼前的这个光头男人 显然不是之前的那个呀 长得不像呀 正当小王自己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愤怒的时候 妈妈来了 他看见妈妈拖了一个大木桶过来了 对自己说 你醒了呀 你快过来吧 小王当时呆呆地站在那边 老人从包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的布 直接扑在地上 示意让小王踩上去 但是小王这个时候已经害怕了 就反向妈妈走去 这个老人笑了笑 没说什么 妈妈牵着小王把他给领过去 他一过去 老人伸手抓住了他的手 拿到面前定睛一看 说 怪不得是锁行文 来 坐吧 就是这个老人啊 帮他看这个手掌 看手相 看手相了 老人拉着小王在黄布上席地而坐 而这个光头男人在这两个人谈话之间啊 也悄无声息地走到了自己的背后 老人在小王面前摆了一个空碗 又往碗里面放了一叠空白的黄纸 是姨妈妈要去取东西了 小王有点惶恐地看着妈妈 没想到他看见那个光头站在他身后 小王这个时候是仰视他的呀 就觉得他更像梦里面那个长长的人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老人已经在这个碗里面装满了液体 他心里面一惊 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啊 他们要干什么呀 没想到老人依旧是面带微笑 这个时候呢 小王开始很认真地观察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很快他发现妈妈回来了 拿着一叠纸签 老人给他比了一个掰开的手势 紧接着呢 就看见他从包里面拿出了一支笔 毛笔啊 还有一盒火柴 提笔就在黄纸上写东西 好像是画符 那很快他把写好字的纸 在碗的上方引燃了 此时的状态是 小王跟老人面对面 洗地而坐 而光头男人在后面 用膝盖顶着小王的背站着 同时也挡住了客厅里掉灯的光 那些纸啊就被点燃了嘛 然后他的灰烬啊 就掉落到了刚才沉碗液体的碗里 老人用长长的指甲撵着 一直到这个全部烧完 他才把手撒开 然后对着小王说 你把这水喝了 浮水 对浮水 小王转头呢 看着自己妈妈 他觉得很怪异啊 此时妈妈握着那个光头男人的手 这两个人冲着他点头 意思好像是 你就听这个老人的话吧 这个时候老人也开口了 说你不喝的话呢 我不知道你是好是坏 是好是坏 对 最后呢 他还是把这个浮水啊 给喝了 他说凉凉的 酸酸的 带着一点纸灰的味道 喝完之后 他放下碗 就看见妈妈 把刚才的那个木桶啊 拿过来了 老人见他把这个浮水喝完了 就对他说你坐进去吧 他说其实他也预料到这个事情了 但还是觉得很诡异 因为老人在说这句话的同时 妈妈和那个光头男人 竟然也同时说了这句话 也就是说 这三个人一起开口说 你坐进去吧 就这种 我觉得这种奇声说话 对我来说就挺恐惧的 就像仪式一样 对 小王说本能的不愿意啊 也挺害怕的 脑袋里面也本能的传来了拒绝的回应 但是刚才喝下去的那碗水 在他胃里面发冷发冰 他开始流泪了 在就往桶里面看上去 这个桶里面也是烧完的纸钱灰 那妈妈和这个光头男的呢 就搀扶着他坐进去了 桶的高度正好到小王的下巴 紧接着这个老人呢 就开始往桶里面倒水了 一边倒呢 一边念叨着一些 小王完全听不懂的话 不是方言 像是咒序 水的温度也开始逐渐升高 小王抑制不住的开始流泪了 老人也是急忙的在这个黄布上啊 手脚并用的在笔划着什么 就好像在跳某种舞蹈一样 小王说自己长大之后才知道 这是一种挪物 此时呢 他手里面拿着一捆点燃的香 这个香点燃之后的这个烟啊 一开始是向上飘了 没想到等老人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啊 这个烟竟然向下飘了 也就是说这个烟向小王这里飘来 老人一看啊 表情吓坏了 而直勾勾的看着小王 而小王呢 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因为眼睛里面有泪水的原因啊 他觉得老人的人影此时很像那些矮矮的人形 哦 刚才那光头是高的 对 老人是矮的 对 对应上了 就见老人此时赶紧把那一捆香全部给撇断了 没敢再烧 然后转过身 光头难的赶紧去问 怎么了怎么了 妈妈呢 则是把小王从这个桶里面啊 给捞起来了 小王说自己的泪水瞬间干了 迷迷糊糊的看不清东西 这个老人叹气说 太久了 太深了 我看得见 但是不敢看 治这个邪啊 一要养生 二要治心 嗯 说完这话呀 光头难的人没有多言语 很利索的把老人的东西啊 给收拾起来了 两人不多说话 准备走了 妈妈则是拿了一块浴巾 把小王给包下来了 让他去淋浴间 把这个暖风机打开了 让他把衣服 就是烘干身子 穿衣服再出来 那么妈妈过来领着他 在回到客厅的时候啊 他就看见这个光头男人 此时一个人摊坐在椅子上面 翻着一个本子 这个本子里面呢 写满了数字 写完自己推测电话簿 那其实已经也挺怪的 2020年 21年 还用这个东西 对吧 家里面老的物件嘛 我觉得 小王这个时候就问妈妈 说他是谁呀 没想到妈妈摟着他的肩膀说 这是爸爸 嗯 小王本能地呆住了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小王开口就喊道 爸爸 说完之后 他又无意识地用普通话说了一句 爸爸 而光头男人此时才抬头 看着小王的眼睛 而他也开始哭了 就这个光头男人开始流泪了 嗯 妈妈见死呢 也没再多言语 领着小王上楼去了 坐在这个小王的床前啊 用两只手包住了小王的手 用普通话给小王说 他是你爸爸的弟弟 是不是很绕 什么呀 你要知道当时我接这个投稿的时候啊 到这一段就结束了 我都急死了 我都被绕死了 然后小王在投稿里面说 你别急 我明天再给你发下一段 到最后全部会解开 妈妈没等小王反应啊 就是说 你昨天晚上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呀 你脚都被东西刺出血了 边说着妈妈就开始流泪了 说到伤心处啊 他都转过头去抽气了啊 忽然妈妈又转过头来 愤怒的用方言说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咱们一家子 好不容易那么一带 你还带走两个 你不做人 也不要做畜生事 妈妈哭的五官都乱作一团了 要不是你啊 你自私 你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啊 妈妈此时其实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啊 小王此时是清醒的呀 你知道他之前状态都是会意识模糊的吗 他此时是清醒的 他这样看着妈妈 也哭起来了 边哭呢 就边喊妈妈 就妈妈妈妈这样喊 妈妈听见之后 马上过来抱住了他 也不哭了 用嘴呢 含住了手指 也学着奶奶那样 在小王的额头上写字 一边写呢 一边帮小王擦去眼泪 然后这个时候 他用普通话给小王说 别哭 别哭 慢慢的呢 小王原本激动的呼吸和抽气 也火下来了 就这么睡过去 小王说 不知道 以下的这个场景是又回到梦里了 还是睡过去之后 再醒来正常出现的 总之呢 是周围的环境 暗下去了 长长的光头人影 在他的左边站着 而矮矮的这几个人影呢 在他的右边蹲着 他还是跟之前一样啊 平躺在这两个人影中间 那这两个人影呢 议论纷纷 一边在议论 一边又悄悄的互相指着 这个时候呢 一个长长的人影走过来 要把小王给扶起来 而矮矮的人影呢 就一起大声嚷嚷着 大概意思就是 别扶他 小王又躺下来了 这个时候小王就没意识了 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 他迷迷糊糊的发现 自己躺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就听见妈妈的声音说 妈妈用普通话说 他昨天晚上又起来了 还在说梦话 说电功率什么的 楼有多高 就是很奇怪的话 而且我觉得可能 小王说的对 他刚才的这个情况 就不是做梦 有可能是现实 真的 对 就在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中年人的声音出现了 是用方言说的 他说 我看了他的神状 是喧闹 不过他的命格硬 他不怕谁拿他做什么 小王觉得这个话呢 不只是说给妈妈听的 可能这个声音的主人呢 意识到小王也醒了 紧接着他像自问自答一样的 用普通话就切换成普通话说 他也快醒了 谢哥哥喊我来 也是有难言之隐的 前天老男来过了 应该是怕看到了 不应该看的东西 不过他不是我们的族人 自然是避嫌去了 我同两位世袭同袍 明智同信 带我来瞧瞧好 小王说这一段话呀 就是文言夹杂着这个白话 那个人其实讲了很久 他只记得这么多部分 而中间他说的那个老男来过了 可能是老人的意思啊 等这个男人声音停顿的时候 小王立刻起身来了 没想到这个男人 看到他坐起来之后啊 先是一句大贺 醒了吗 见小王没反应 又正常语气用普通话说 醒了啊 来把衣服脱了吧 这次小王说自己莫名其妙的兴奋啊 仿佛有精神顶着他 他根本没问也没管就脱去了衣服 然后露出了那种很好奇的眼神 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个男人 妈妈也愣住 没想到小王啊 他这个时候啊 刚从沙发上起身 就是他脱衣服的嘛 一跳起来就直挺挺的栽倒在一块布上 这块布呢是深褐色的 比之前那个老人带来的黄布更大 大小是能把小王包起来的大小 小王刚趴下 又马上起来了 发现自己躯干和胳膊上 都沾满了黑色的污迹 就好像是墨水一样 他手足无措的看了看 没想到这个男人用方言说 别急 一会儿你也就看清了 说完便乐呵呵的 着口小王继续爬下去 又拿来了一个碗 倒了一些白酒进去 用手指蘸了蘸 搓了搓 又放回了碗里面 然后就着这个碗 把酒给烧起来 这个男人朝着小王腿的方向啊 手伸进碗里 就是燃着火的那个酒碗里面 蘸出酒 然后在小王的背后啊 不断的写或者画东西 一开始是轻轻的 但是连续写了几遍之后 他越来越急 越来越重 嘴里面还一直用方言大喊着 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小王说自己这个时候的感觉是 虽然整个人不声不响的 但是脑子里面非常的兴奋 他发现自己竟然开始 抑制不住的狂笑了 等到碗里面的酒没了 火也不烧了 这个男人也泪倒在地上 而小王倒是直挺挺地站起来 神情自豪地俯视着这个男人 小王说 此时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上 他能意识到 我现在是清醒的 但是他好像没有自己情绪一样 感觉有些东西 外化在他的躯体上了 就有点像 我觉得有点像毒蛇的感觉 这个时候这个男人啊 震惊不喜 歪着头 看着小王的胸和腹 嘴里面轻声念叨着一个锡 一个鼻 是斧子 爸爸这个时候啊 走到这个男人面前 递了根烟 这个男的呢 手抖着 接过了烟 满头大汗 用方言说道 我办不到 他论辈分那么大 我实在赶不走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边说着呢 边从裤子里面拿出了一个黑包 然后切换成普通话了 说 这个你给他拿着 他不会出什么严重的事情 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要找一个看得懂的人 这个话应该是他男人啊 对爸爸和妈妈说的 妈妈这个时候呢 拿了个毯子 继续给小王 披上让他坐下 这里这个小王 在特高里面补充啊 说自己当时的意识过于混乱 他都没有注意到 爸爸回来了 就一开始 不是只有妈妈和这个男人呢 对 他都没有意识到 爸爸是在这个过程中回来的 还是在这个过程开始就回来的 或者说 也不是说爸爸吧 就是他认为是爸爸的这个人 总之他这个光头很眼熟 但是小王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了 这个爸爸呢 我们暂时就称这个光头是小王爸爸了 这个爸爸呢 给这个男人把烟点着 男的抽了几口还过进来 还是用普通话说 这个人啊 你找不到 要是遇到了 就是缘分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能活着 但怕不是生不如死 啊 主要是小王啊 说完这些话呢 又切换成了方言 你那电话簿不要再打 没什么用 话音刚落呢 这个男人夹着烟就起身走了 小王这个时候脑袋里面出现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暗说 爸爸走到他面前 把之前那个黑包 还记得吗 奶奶的那个黑包 递给了小王 用方言对他说 拿着 小王拿了之后呢 就泰头问他 你是我爸爸吗 没想到这个光头呢 点了一下头 小王下意识地接过包 这个光头就转身上楼去了 这一段事情 结束之后 一直到晚上 小王的精神都一直很亢奋 妈妈拿了奥普索伦给他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 镇静的药物啊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非常强力的退黑素 也拿到水过来了 但小王就是不肯吃 妈妈没有逼他去吃 就坐在他旁边陪着他 一整个通宵下来 妈妈没睡 他也没睡 光头爸爸呢 下楼看了一眼 就出门去了 此时妈妈的手 还是一直牵着咱们小王的 另一只手拿着黑包 递在了小王手里面 他感觉这个黑包里面 好像是一小撮齿 没等他说什么 妈妈就用普通话问 他说 饿了吗 小王下意识地说 嗯 妈妈听完呢 就起身去做饭 或者给他买吃的了 这个时候 小王突然觉得 手里面这个黑包啊 变沉变重了 手掌跟手指 也有这种微微的刺痛感 他吓得赶紧把这个包啊 扔到一边去了 哎 一眼睛 他开始犯迷糊了 开始看不清了 与此同时 他抓起了那个药盒 一股脑的全部倒进了嘴里 哪能这样吃啊 对 当时妈妈已经进出房了呀 小王哭伦吞药 没多久 就开始犯恶心了 他原本的意识呢 也就逐渐消失了 似乎又进入到了 那个开会的状态 小王说 自己的这次的视角啊 是瘫躺着的 肠上的人影啊 拖着他的腿在走 嗯 他感觉呼吸不上来了 所有的意识 汇集到了鼻梁的最高点 好像要飞走了一样 但不知道为什么呀 他下意识地就觉得 这个是人们常说的 冰死体验 而鼻梁上的那一点意识啊 就是自己的生命力 就在这个时候 爱的人影出现了 抓住了他的手 把他给拉坐起来了 本身凝聚着的那一点意识 又扩散到了全身 等小王真正坐起来之后啊 他发现 此时自己在ICU 爸爸和妈妈在门旁边看着他 他看见妈妈一直在抹眼泪 爸爸就赶紧 再往门外面喊一声 紧接着他又失去了意识 感觉又被拖着走了 意识又回到了 鼻梁上的那一点 那不一会儿呢 他又坐起来了 这时候他意识到 哦 我坐起来就是回到现实 我躺下去就是 回到那个开会的状态了 那这次坐起来呢 有个护士 上前把他按住了 说别起来 你得洗胃 小王只好再次躺下去 感觉身体 还是被什么东西拖着 哦 是身上贴着几根线 应该是那种心律监测的 他就听到 有一个普通话的声音说 听得见我说话吗 醒来了吗 有什么不舒服吗 小王说 此时自己一时很模糊的 感觉在翻白眼 然后就指着自己的胸 断断续续的说 胸口疼 医生喊了一串数字 应该是他的这个急诊号 爸爸跟妈妈赶紧走过来了 然后他们在和医生 用普通话交流 医生说 你孩子胸口不舒服 你拿这个急诊去拍个胸片 这个时候呢 小王意识到 妈妈在握自己的手 为什么握呢 是妈妈在把那个黑色带子 递给小王 小王拿到手的一瞬间 他感觉胸口的这个压力啊 减小了 手脚也就有劲力 这一段呢 暂且搞一段落了 其实这一段 我特别有体会 就是因为 也不是说务实吧 就小王吃完这种精神类药物 然后去洗胃的这个状态 小王说 从他这个出事 第一次到他洗胃 已经很久了 他班里休学的时候呢 是2021年的2月份 他这个光头爸爸出现呢 也就是连着办了两场法事的时间 应该是3月份中间的14和13号 那进医院呢 是3月底的26号 27号他就回家了 他说 其实他自己现在回忆复盘起来啊 发生了这种种事情上来看啊 这个爸爸 更倾向于用玄学的方式 为自己治疗 妈妈虽然不反对 但是呢 也在很积极的用这个科学的方式 让他治疗 当然了 妈妈除了照顾小王的正常 饮食起居以外呢 也会配合爸爸做一些事情 自从小王从医院啊 出来 他爸爸就一直在外面 再也没有回来过 于是小王啊 趁空隙的时间 就问妈妈说 这个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特别是 我记得那天晚上 你跟我说 这个人是我爸爸的亲生弟弟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乱 妈妈不予回复 时常就是岔开话题 那段时间呢 小王是中药西药一起吃 妈妈怕照顾不到他 其实也就是害怕他再次自杀嘛 干脆呢 就把熬药的这个电热板 应该是电磁炉啊 和这个壶拿到了客厅里面 陪他看电影啊 聊天 小王说那段时间 自己其实每天都不会特别累 所以他也从来没有再去开那个会 直到3月29号 也就是他出院回家的第三天 他说这是他生日 爸爸一大早就回来了 习汉没拖 就站在门口 用普通话说 我们一起去南越吧 这是湖南的一个地方 当时小王他们在衡阳 去南越用不了太久啊 中午他们就开车到了一个叫拜电乡的地方 去的是一个桶子楼的小院 这个楼不高 两层 小院里面种满了各种桃树 开满了桃花 特别漂亮 小王说自己一家人啊 是从院门进去的 一进去就看见单元一楼住户的门是开着的 爸爸领着他就静止走进去 这个屋子的布局特别奇怪 为什么呢 门很高 还有门槛 房间里面点了一圈红蜡烛 一进屋子就被蜡烛围着 客厅里面是一个方形的矮木桌子 和五个座垫 其中一个座垫上面就坐着一个人 哎 是个熟人 是之前的那个老头 哦 就是第一次帮他驱邪的老头 接下来呢 所有的对话 小王说都不是家乡的方言 是南越的方言 大家听不明白 只能听懂大概 我就编 因为我也不会啊 我就用普通话说了 爸爸一句就问 师父呢 这个老人说 马上来 你先入座 小王说他们的对话很轻 但是很短促有力 等爸爸入座啊 就出现了一个之前 小王见过的中年男人 就说 来了吗 这个男人手里面提着菜 像是刚买回来的 老人像是不知道 或者不理会这个男人 就起身走了门口 而男人呢 拿着菜出去了 一会儿呢 空着手回来了 这一会儿功夫啊 老人也给这个男的 拿了一个坐垫 五个人就围着这个方桌坐着 其中有一个垫子是空的 小王这个时候 发现了 哦 这也是熟人 是第二次给他致邪的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见小王来了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过不了多久 客厅的灯打开了 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 小王说这个声音自己没听过 这个声音说什么呢 他说 不是还有灯吗 点什么蜡热啊 来人的这个声音啊 是个男的 但小王转头一看 却是个女人模样 乌黑的长发 穿着一件长衫 年纪看上去只比自己大一点 比在座的所有人都要小 他把灯打开的同时啊 蜡烛液了 他一进门就坐在这个空垫子上面 脸朝左 看着这个老人和那个中年男人说 事情我知道了 你们做饭去吧 老人和男人好像特别听话 起身就走了 而这个怪异的 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人 坐上垫子之后啊 感觉身子好像变得高了一些 一入座 他就直接说 时间来得正好 刚好三天 我分别找你 小王说自己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不知道是因为口音问题 还是说 他说的这个话非常的突兀 就看见他说完啊 起身就领着爸爸 拉开身后的墙壁走进去了 这个时候小王才发现 原来那堵墙竟然是一个暗门 我还奇怪什么拉开墙壁什么 对 而小王跟妈妈呢 就在外面继续等着 爸爸和这个奇怪的男人一进去之后啊 离开的老人和那个中年男人 就端着一盘菜回来了 他说此时因为刚才已经 把灯打开 把蜡烛全部弄灭了 室内的光是很亮的 小王看清楚了 他们拿着是一条鱼 这个时候 中年男人把鱼头朝向了小王 用方言说时候不早了 慢慢打开手机一看说 呀这么晚了 小王也凑过去一看 诶都晚上七点了 他再抬头 诶老人和男人又进出了一次 就又进来了 自己都没有察觉 这两个人是在什么时候出去的 诶没错 又是去端菜了 桌上呢 又多了两道菜 是两盘笋 这个时候菜已经放下了 这两个人啊 又出去了 就再次去端菜了 小王看着这些菜啊 其实没有什么食欲的 他非常想去探听 那道门里面的动静 就是那个奇怪的男人 和他爸爸去那个门里面干什么了 就在小王去凝视那个暗门的时候 老人和中年男人再次进来了 端了三叠碎豆腐 他们刚坐下来 这个奇怪的男人和爸爸就回来了 这个奇怪的男人不愧是奇怪啊 小王说这个人肉眼可见的变老了 变成和妈妈相仿的年纪了 那不和小时候那姐姐一样吗 对 刚才小王看到的说 这个男人是比自己要小点 对啊 也就是高中生的样子 现在已经变成和妈妈相仿的年纪了 那这个男人看到桌上之后啊 立刻说 呀是豆腐饭呀 这里小王补充说 他们家那边对豆腐饭啊 俗称叫死人饭 一般是有人去世才会吃这种素饭 那奇怪的是啊 这个男人说的话小王听懂了 口音和他家乡一模一样 妈妈又看了一眼手机 一打开就提示电量不足了 而手机显示的时间竟然是晚上12点 你记得吗 刚才妈妈看手机是7点 对啊 现在12点了 小王也察觉到了说 是房间里面时间有问题 还是我的感知有问题 那这个奇怪男人呢 我们下面姑且称之为大师吧 这个大师把灯一关 原本的蜡烛又亮起来了 不过此时的蜡烛呢 变成了白蜡烛 小王说这个时候自己六身无主 他看见坐在方桌前的三个人呢 觉得很怪 妈妈和爸爸坐在小王的两边 四周的烛光照着所有人的面部的轮廓 看不清脸 小王自己头皮发麻 这个时候 小王在黑暗中啊 仔细的左看右看 他说昏暗的光线里面 他看不清楚所有人的脸 但是他觉得旁边那位脑袋光溜溜的 好像是光头应该是爸爸 不 那不是爸爸 啊 好像出现了一个陌生的人 这个时候大师开口了 吃吧 说完 小王刚才判断不是爸爸的那个光头 就端起盘子吃起来 小王说 此时自己很紧张 但意识里没有任何反应 他觉得自己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他再转过头去看妈妈的位置 已经没有人了 他本能的想站起身 但是却动不了 他觉得自己被按着 弹着腿坐在了垫子上 他就看见那个光头啊 吃完了豆腐开始吃笋 吃完了笋开始吃鱼身子 甚至这个光头用胳膊撞到了小王 但是这个光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他沉默又快速的 拿这个筷子一下一下的吃鱼 黑暗中 小王能看到鱼只剩下头和尾巴了 这个时候 小王突然意识到 自己右边又伸出来一只粗短的胳膊 而烛光照在桌子上面 这是一个圆圆的影子 他先开始把这个鱼头夹在豆腐上 埋头吃 吃了一会儿呢 又把剩下来的那一盘笋给拖过来 用两个筷子呢 分别放在手里面 左右开工地吃 小王凑过去看 这个圆圆的人影 头发蓬松 勾楼的身子 看不清楚点 这个时候呢 小王无来由的 不再惊慌了 他看着对面的那个老人和中年男人的身影 他正想着 那个大师呢 正想着传来一阵苍老的声音 是用普通话说的 天都亮了 还不开灯 花音刚落 灯就开了 桌子上面乱糟糟的 鱼只剩下尾巴 和一盘碎豆腐了 妈妈和爸爸 在小王身边又出现了 只是他们整个垫子 睡下了 这个大师的声音又恰如其分地出现了 但是嗓音特别温柔 他对小王说 没吃啊 小王转头在看向大师的时候 发现他的面孔又变老了 比那个老人还要老 然后小王就听见一句话 说 你跟我走吧 他就被大师牵着手 走进了那个暗门 小王觉得走进去之后 特别黑 好像进入了一个无边的空间一样 周围的环境漆黑一片 但是他意识到 此时自己是站着的 而且身边来了两个细长的身影 其中一个是光头 这两个身影呢 身高有很明显的差异 他们在离小王还有两步距离的时候 跪了下来 这个大师走了过来 上来就用方言问小王 你除了父母之外 还有老长辈吗 小王摇了摇头 外公呢 小王还是摇了摇头 外婆呢 小王继续摇头 爷爷奶奶呢 小王还是摇头 然后他用方言说 死了 那个光头 就是那个跪在地上的光头 就要起身站起来 小王说自己看不清楚他的脸 但是大师用方言立合道 跪下 然后转头对小王说 那你认我做奶奶吧 小王听到之后 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看见这个大师 递给他的一个黑帮 他一摸 和奶奶给他的一摸一样 是铜钱和菩萨像 但多了一个东西 就是他自己的头发 被剪下的头发 小王就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大师突然就换了一副腔调说 现在我就是你的家人了 我现在就把事情告诉你 这个人是你爷爷 他这个时候手指着光头 这个人是你的外公 他指着那个头发蓬松的 矮矮的影子 说完他手一挥 那两个影子就消失了 就是开头奶奶讲的 没错 做妖子 对 而且刚才在饭局上吃东西的 就是这两个人 大师继续说 他说 我时常看见他俩 因为他们流魂要害你 好在小的时候呢 我给你照顾成女儿身了 不然你怎么长得大呀 你那个姐姐的父母啊 被你爷爷带走了 你父亲呢 被你外公带走了 可怜咱们家女人啊 养你长大 护你周全 这两个人变本加厉的 折腾你 又不让你活 又不让你死 流魂在你身上 坏你的命 话说到这里啊 大师也哭起来 就好像奶奶 在像小王哭诉一样 小王也开始跟着哭了 哭着哭着就晕过去了 等他再次醒来 环境莫名的熟悉 他发现已经在老家了 他正睡在 小时候和奶奶一起睡的床上 一看手机时间 此时是四月二号清明节 也就是说 离他们去南越 正好是三天 而那个看似是真相的事情 一直在小王的脑海里面 他下床出去找他的父母 发现那个大师坐在院子里 看见他起来了就说 用普通话说的啊 说上山去吧 小王沿着熟悉的路啊 走到了竹林里面 继续往里走 果然真有一个亭子 里面非常整齐的摆着三块碑 小王看着这三块碑 念出了声 碑上的文字 这三块碑 依次是外公 爷爷 到了第三块碑的时候 那个光头的爸爸 开口又方言说 那是你亲爸爸 他看向刚才开口的这个光头 这个光头 开口继续说 我是他亲弟弟 而这个时候呢 大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来了 对着碑用方言说 人已往生 莫在流魂 又对着小王说 事在人为 继而往之 说完呢 就开始烧纸钱了 这个时候小王突然 用方言问妈妈 奶奶埋在哪 妈妈回答他说 在村口和二奶奶一起 小王下意识地说 用普通话说 我们一会儿去看奶奶 事情到此呢 就基本上结束了 小王说呢 爷爷和外公 什么仇什么怨 他是没问过 过去的事情呢 就像是烧去的纸钱一样 烟去流尽 他后来知道 自己亲生父亲 是在2018年 在深圳 因为癫痫去世的 死后 他被奶奶 葬在了这个亭子里 小王并没有去 猜测奶奶的用意 但是奶奶去世的时候 来看他的 来哭诉的 来跪在地上 爬的那个光头 确实是他现在的爸爸 也就是他 爸爸的亲生弟弟 这个爸爸对小王说 他当时的精神状况 跟自己是一样的 而这种症状 只有在他们家族的 男性身上才有 而那个大师呢 是奶奶介绍给他的 至于之前 两次来的那个 老人和中年男人呢 他猜想 可能是大师的布局 也可能是奶奶的布局 到此呢 也是小王给我分析的 他还没有到 我和妙妙的分析 小王说 他从爸爸那边 套到 就是那个光头 他爸爸的弟弟啊 应该叫做 叔叔 对吧 他从叔叔里面 讨到了所谓 流魂的说法 意思是 人死后 要在一个地方 待上一段时间 一般是七天 也可能会 依附在某个东西上面 比方说 你出车祸了 你的魂 可能粘在车上 而这种 流魂的方式呢 会影响到人 要么 是人和魂 有接触 或者是 有很强的练力 流出了这个魂魄 而这个练力越强呢 他流出的时间 也就越久 那他的爷爷和外公 可能是要用这种方式 来求长生 就他用了一个 很贴切的形容 说类似于玩游戏 顶号的影响 把你自己混给顶 对 整体的故事 到这就结束了 后面我也跟他聊了很多 好 这个特考到这边了 好个屁 你来吧 是诗集的一篇 这个我第二遍了 对吧 我是看了一遍 然后听了一遍 对 但是里面 这个细节太多了 对 请 好吧 其实我觉得这一篇 基本上是 每一个小事 我都能分析出来 一长段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篇 我们目前说到此 最邪 而且跨越长度 很长的 史诗级别的一个稿子 对 我是到后面 他们开始吃豆腐饭 我恍然大悟了 我才稍微清楚了一点 但是我没有完全理解 这整件事情 但其实我在接头稿的时候 他们到吃豆腐饭 我都没有理解 一直到最后 他那个大师 把那段话说出来之后 我才恍然大悟 我们先说咱们的鱼 会不会喜欢这种方式和风格 说句不好听 有一点 故弄玄虚的感觉 但其实它都是真实的 因为你从咱们小王 他整个的经历来看 他前面也是在蒙在宫里面 对 他也不知道 而且没有任何头绪 对吧 对 这篇稿子 我之所以没有把它放进 我们后面会做一个主题的专辑 专门放故事性内容的投稿 的原因是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不真实 但是作为一个有过精神类问题的人来说 当这个人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所有的东西就绝对真实 就是跟小王表写的一模一样 他甚至连记忆都是片段性的 其实整个稿子的从头到尾的结论就是 小王他因为爷爷和他外公可能信了一些教 就不太好 反正这两个 可能不知道是信教 还是有什么写法 就是一贯 轮子 是吧 这两种种 然后对他们全族的人下了一个诅咒 对 他们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因为各种原因 意外之类的 来补充到他已经故去的爷爷和外公的魂魄里面 让他们长期留存 而且所有里面 无论是妈妈 奶奶 还有他父亲的亲弟弟 这些他尚且在世的亲人 其实他们是理解 他们是知道一个事情 对吧 只是他们一直没有给小王和姐姐说这个事情 觉得可能孩子太小 那他每次用方言 也就是妙妙说话的那一个阶段 他不是在对小王说 而是在对小王身体里留着的魂说 对爷爷和外公说 其实我的那部分都是算鬼话了 对对对吧 所以也就正常嘛 爷爷和外公年纪大 可能听不太懂普通话 所以用方言跟他们说嘛 或者咒骂他们 而且到最后 那个大师的布局 或者是奶奶的布局 他最后是通过各种方式 把爷爷和外公引诱上来了嘛 然后在那边吃了饭啊 什么东西就可能被制住了 就有把柄落在大师手里面 大师就可以搞他们了 这个整个故事 曲折离奇 而且小王也因为这个事情 受了多少罪和苦 我真的是游见可怜 而且早期 不叫早期啊 前期 他爸爸出场的时候 我其实很懵的 对 我很懵啊 其实他爸爸没有出场 对对对 就是这个所谓爸爸 嗯 出场特别懵 我当时更懵 就是我意识到 这个光头的男的是 小王爸爸的弟弟的时候 我还好 就是你有点懵的状态 但我意识到 这个光头的男的 就是在他奶奶葬礼上 说了那么多话的那个人的时候 我就完全懵掉了 因为这是两个极端嘛 他在奶奶葬礼上表现的是一种 好像他是外公和爷爷手下干活的那种 小弟的那种状态 其实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有问题的嘛 对 他应该是被爷爷和外公影响 没错 这整篇特稿分析下来确实很强 很强 我可能这样讲 得细细琢磨 对对对 我们也会尽可能把它做好 让大家能够方便理解吧 这也是我们把它放到B站的一个原因 后面可能也会上音频了 对 这么优秀的一篇稿子 那最后呢 我也是祝咱们 无论是小王还是妈妈 还是他的叔叔 都能平安顺遂 没错 好 本期节目到这 OK 那么这一样的 如果说您有一些说在业里说的 其实怪事鞋 是欢迎给我们投稿 让我们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 都能发来投稿 拜拜 拜拜 拜拜